最初是怎么与这个项目结缘的 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剧本 有这么一部戏 有机会去试戏 有机会去挑战一下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出演这样的角色 看完剧本之后就去了 就试了 比较幸运有幸能够饰演任天真 任天真这个角色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首先这个角色本身就很吸引我 它是不完美的 但是任天真是十分天真 他的这种愿意单纯的去相信 一件美好事物的特质非常吸引我 因为他选择相信美好 这一点本身就很勇敢 而且也足够纯粹 这同样也是他身上的闪光点 对于我来说 所以我想通过自己来诠释 来呈现一个属于罗伊州的任天真 你觉得《后浪》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后浪》是一部以年轻化的视角 去讲中医传承的故事 讲中医年轻人的故事这样的一部作品 尽管情节当中肯定会有一些 人们要历经的磨难和困苦 但是它整体的基调和调性 是比较轻松的是比较年轻化的 这一点我相信观众也能够感受到 有共鸣的点就是他对于一个事情 他很执着 他是那种年轻的那种任性 能够非常非常打动 这体现在于他嘴上说着 从小我就不想学中医 我家里人强迫我的 但他的行动上 他依然的去踏踏实实的践行 去寻找如何成为一名合格中医人 这样的道路 我本人其实真的还好 我的青春期都是在 就是叛逆或者也好 或者说是有那么一个所谓的阶段 都是在军营当中度过的 而且在军营呢 我有战友 我有哥们一起成长起来 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好像那个阶段直接被跳过了 被快进了 我仿佛不存在于这个阶段一样 因为那会儿你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情绪 都被发泄在你的训练上 因为平时除了专业课和文化课之外 我们还要跑操 我们还要日常的这个队列训练 所有的日程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时候 你不会不会有叛逆 不会有人天真这种叛逆 得知自己要饰演一个医学生的时候 有为角色去做一些准备吗 有 就是说基础的演员的这个 在塑造一个角色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他的案头工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最基础的一个环节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的职业特征非常明显 他演的是中医 对于这条道路上呢 一些基本的认识和判断 他必须要有 因为这样的话 任天真的一举一动 才能够符合他的这整个的设定嘛 所以呢就有机会在开机之前呢 就去了这个剧本的原型老师家里 去简单的先进行一些中医文化的了解 从他的实际操作环节 像望闻问切 像针灸 到一些生活理念 像他们怎么去看待生活 怎么样看待影视起局 从方方面面尽可能的去了解 任天真毒蛇 并且有很多小心思 如何拿捏人物的机灵剑 且不让他被观众讨厌呢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就永远角色演的时候啊 第一步不能去想 我怎么样演观众才能喜欢 因为我觉得一个角色的塑造 哪怕是反面角色 也一定会有观众所着迷的地方 一定也会有属于他的那个表现力 通过任天真具的角色 你有没有爱上表演这件事 一直都很喜欢这件事啊 这个也不光是镜头线的表演 舞台艺术以及舞台上的各种形式的表达 我都很喜欢 所以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这是需要一个循庆渐进的漫长的学习的过程 简单介绍下你的下一部作品 我觉得首先能够出演这样的角色 是我的荣幸 我也很感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给予我 我能够去尝试塑造 去演绎这样的一个故事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 我就是部队出来的嘛 所以我对于这个 算是比较同体系的这个职业呢 我可能会有一种 很自然而然的亲近感 可能说不太需要一些 自己的心理建设 或者说是提前准备 我就能够去 比较能够尽快地去理解 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所作所为 他们的行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曾经那段经历 给予我的帮助 那么在塑造的过程中呢 我也非常说实话 这次的表演非常过瘾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 特殊的英雄职业嘛 那么他所需要面临的情况 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个复杂的情境当中 你去表演的时候 他非常考验一个演员的能力 因为他的身份 他是有这个卧底的任务的 他需要你不断地去切换 人物状态 不断地去调整 所以呢 我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体验 无数个面的张一阳 这是给予我的最吸引我的点 在表演时 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 和自己在部队的那段记忆有所重叠 方方面面吧 开会 生活 在食堂吃饭 住在军营宿舍 起床号和西等号 这些完全一样 我在部队就是这样 所以我也是能比较更快地去掌握 更快地做好张一阳表演的案头工作吧 以后还有想演的角色类型或皮材吗 我觉得各种都有 围绕剧本 围绕这整个的作品整体来判断吧 合适的好的项目一定要多多参与 多去尝试 不设限 没有风格固定的在某一个方向 你目前想让观众和粉丝看到的一面是什么 我觉得我方方面面都可以让大家看到 就是阳光开朗 叽叽上上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人 我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能量也带给大家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影视表演 通过演绎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把故事当中的这种角色介绍给大家 把故事当中的利益 也能够明确准确地表达给大家 你最喜欢任天真身上的哪种特质 喜欢它的特质就是天真 如果让你对天真说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 天真 希望你在你自己追寻中意的道路上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去勇敢地闯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番广阔的天地 这是你第一部和观众见面的电视剧 拍摄这部戏是哪些方面对你来说挑战比较大 我觉得首先 它可能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哪里挑战大 因为这不光是第一部跟大家见面的主演的电视剧作品 这也是自己第一次去作为一个主演去拍摄电视剧 所以迈出第一部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你觉得任天真对作为演员的你来说是怎样一个存在 任天真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在镜头前的所演绎的故事当中的第一个主角 对于任天真有没有什么遗憾 没啥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感谢在这个年纪碰到任天真这样的好朋友 用三个词形容一下任天真 天真 善良 浪漫 和一种优秀前辈演员合作感受如何 在平时拍摄的时候老师们有对你的表演进行指导和帮助吗 当然当然 老师们给予我的表演上的帮助不是说那么一段两段话 不是说那么一下两下 而是每一天我们在共同的相处的过程中就会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可以最近距离的看到老师们的创作是什么样的 可以看到他们的创作方式 可以看到他们去诠释这个角色的逻辑是什么 观众的评论会影响你的心态吗 我觉得不会不会 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看到的大家真的很认真的大家的讨论 其实都是基于这个角色 基于这个故事的 那么角色本身如果是有这种性格缺陷啊 设计的这种来体现他稚嫩的地方 那么如果观众是有讨论的 我觉得反而也是对演员的一种认可